给他传两个参数 然后第一个参数是 比方说传12 第二个参数传3 那么最后他打出来的返回值 是不是就应该是他们俩相乘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效果 看result is 36 就达到了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效果 对不对 所以这个静态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的 好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 在编译静态连接库的时候 两个步骤两个步骤 先生成我们的目标文件 然后再用archive来进行一个打包 然后在调用的时候是很简单 就是gcc-o 再加上这个文件 一直到这都跟我们以前的编译 是没什么差别的 无非在这个后面要去指定一下 他所对应的这个动态连接库 动态连接库 同样的多文件编译也是这样子 就你把好几个c文件一起来编译 也是直接跟着后面就行了 你直接跟着后面就行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编译一个动态的链接库 动态链接库在编译过程中 我们先要也是先生成一个O 也先生成一个O 但是我们要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我们刚刚讲过 叫FPSA 就是与位置无关的这样一个目标代码 目标代码 然后我们再进行编译 编译的过程中其实也很简单 跟我们之前的没什么差别 只不过是把把我们的这个地方改成cell的 改成cell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何来做 好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来做这个操作 那我们同样的先用GCC-FPSA 同样的我们去给它编译一下 CountLab.c 给它编译成一个目标文件 给它编译成一个目标文件 好这个.o我们就给它编译成了 编译成功了之后 我们就要给它生成我们的动态连接库 用share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把我们的CountLab.o 给它生成我们的CountLab.so 这样的一个动态连接库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动态连接库 我们也已经生成了 它跟我们的静态连接库 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它是一个看似是可执行的 这样一个方式 对不对 静态连接库实际上就是一个压缩包 你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它 好 那么通过这两个步骤 通过这两个步骤 我们就已经生成了 我们的一个动态连接库 那么怎么去调用动态连接库呢 这里要简单的说一下 动态连接库的调用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影视的 一种叫影视的 一种叫显示的 显示的就是我们以前的C语言 常常用到了extr这些 然后在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去声明 去声明一些东西 影视的就是 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就要去指定 在编译的时候 编译我们的这个原代码的时候 就要去指定 它的这样一个动态连接库 当然显示会更加灵活一点 只不过在我们的代码里头 要加点内容 要加点内容 好 那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先给大家讲一下 影视的就可以了 那么影视的这个 动态连接库的调用 跟我们的静态连接库的调用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好 我们来调用一下 GCC Count.C 然后给它目标的输出文件是Count2吧 同样的 在当前文件夹下面 去找这个动态连接库 动态连接库的文件名是这个 好 这样一个参数 这样一条命令 我们来看一下Count2是否生成了 好 也生成了 我们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动态连接和静态连接的大小 是不太一样的 生成的最后生成文件 我们调用一下Count2 然后同样的传两个参数 三和五吧 OK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 为什么他说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因为他在运行的时候 他又找不到了 我们在编的时候 确实没有问题 但运行的时候 他又找不到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是不是有一个很简单 流入几种方式 第一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把它扔到我们的系统文件夹下去 第二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是不是会有什么系统配置 能够让我们来配置这个路径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先试着给他copy 给他扔到我们的usr.lab下面 Count2 Count2 我们给他考一份下去 然后我们再来调用一下 Count2 3 大家看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系统目录下面有 那么除了在这个系统目录下面 我们是不是说 是不是还有一个系统配置的地方呢 那我们都知道 在系统配置来说 是不是就是在etc下面 etc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配置一般都是 Count Count Count配格的缩写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哪个是像呢 哪个像 我们动态链接库的设置 诶 诶 这是不是有个so啊 那么我们一看了这个 估计他就设 这些都是其他服务的一些配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ldlink.so.config 那么这里他实际上是用的 我们再看他 实际上 他是用的这个里面的 这个文件夹是 ld.so.config.d 这个文件夹下面的 所有的config文件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cdld.so.config.d 原来都是在这里 那在这里我们看有一个 labc.config 这个一看我们就知道 在userlocal level 这个也是他指定的一个文件夹目录 那么如果说我们希望 他也同时去在加载动态链接库的时候 也会去搜索我们自定义的一些文件夹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去加上这个文件夹的路径就可以了 好 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非常简单 所以你看思路蛮重要的 OK 这里就是我们的关于酷这一块 这一块是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警告 警告的选项 我们只需要有这几个 小w就是关闭所有的警告 大w就是开启警告 大w后面跟个all就表示开启GCC提供的所有有用的警告 还有pendentive pendentic就表示开启所有的NCC的这种标准C的这样一个所有的警告 因为pendentive它本身是有那种就形式化的迂腐的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要形式化的去遵循我们NCC的这样一个标准 否则就会发出这样一个警告 这个一般我们在编译的时候还是蛮有用的 因为有的如果说你在警告的时候严格遵循某一些 就在编译的时候严格遵循某一些标准 这样在后面不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不要无视 虽然错误了我们是编译不过去 但是警告也不能轻易的无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演练一个这个就行了 w 我们来做一个单例子 还是我们的这个 hello 我们在这里把这个 把witurn给它注销掉 正常编译当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们现在给它加一个警告信息 hello.c 编第二个 大家看我编几个都是一样的 编是编成功了 但它这有一个警告看到没有 有一个警告 就是这个函数 没有到达到达它最后点 也就是最后点怎么没有一个输出 没有一个输出的意思 但我们程序编出来了没有呢 当然是编出来了的 也可以执行对不对 所以 这就是警告相关的一些 大家只需要找了这三个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优化选项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程序发布的时候 我们包括我们会考虑到 比方说线程跳转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线程跳转过程给它 代码进行二次的优化 那么这个这样子会 提升我们的代码执行效率 会提升我们代码进行效率 那么在这里就用O来代替 用O来代替 我们这也比较简单 O后面跟上等级 一般是0到3这样一个等级 等级越大 效率越高 但这点大家注意 优化了这个代码的话 其实我们一般只是在最终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做混淆 混淆是不是也是最终应用程序 发布的时候我们才用 对不对 这个优化也是一样的 所以一切问题都没有了 我们才会去用优化 不然的话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还要进行一些调试 干嘛的 所以我们都不适合去直接优化 所以我们优化的意思就是 我为了提升效率 我把很多没必要的东西 我给它去了 很多的规则我给它打乱了 所以我们就已经确定了 最后不会再修改了 我们再去优化编译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hello3 当然这里我显示不出来它的一个运行效果 大家可以自己去写一段代码 就是让一段很长的循环 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看一下他们的执行速度 花了多少毫米 我就不给大家进行演示 大家知道就行了 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用它 真正的如果说你们商业发布的时候 有必要了才会去用它 一般情况下都不用 甚至于现在很多商业程序 我们也可以不用去用它 好 这个就是我们GCC的常用的一些参数 分类以及这些分类的一些展示 那么我们这个历史里面 我们也做了两个实验 包括让两个程序互相调用 编译成静态链接库等等 那这次的这次的内容讲了之后 我们相信大家对GCC最常用的这些过程 都比较清楚了 那么但是我们还会有一个疑虑 对不对 就是这个GCC这些参数 它的这个程序 它的入口是怎么样去解析这些参数的 那么又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就是虽然Ubuntu自带了GCC 但是我们如果要自己去编译 自己去编译我们的GCC 甚至于我自己将来我水平高了 我想自己去修改GCC 我想去修改GCC 让它支持我自己的一套语言 支持比方说我到时候 我们开发B语言 E语言或F语言 那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修改 然后再进行编译 用我们自己的第三方的GCC编译器呢 就好像事实上我们的那个iOS的开发 iOS开发其实我们都知道 它的ID是我们的Xcode 但是实际上它下面也是用GCC 但是它不是用的直接的GCC 它是基于GCC改怪的这样一个编译器 也就是说苹果也透露一下来 在GCC的基础上去做了他们的iOS这块编译器 那么这一块 我们就需要去深入的去 稍微深入的去研究一下 GCC的原码和GCC的编译过程 那么这个我们放下节课再来讲解 好我们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